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AR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我们来看看环球邮报推荐的34本夏季必读书籍 从人工智能的未来到亚瑟王的传奇故事 这个夏天的阅读清单绝对不容错过 接下来我们关注特斯拉股东大会的最新消息 股东们已经投票支持马斯克的560亿美元薪酬计划 这个巨额薪酬方案不仅让投资者对马斯克的未来充满信心 也为特斯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最后 一位17岁的时尚设计学生江平 在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中脱颖而出 击败了众多人工智能团队进入决赛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女孩也可以在数学领域大放异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he Globe and Mail推荐了34本试和夏季阅读的书籍 涵盖了多种类型和主题 书单包括了探讨人工智能未来的 The Simularity is Never和Code Dependent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AI 幻想小说如 The Bright Sword A Novel of King Arthur和Graddle and the Great War 以及回忆录和传记如 North of Nowhere Some of a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er和Impossible City Paris in the 21st Century 此外 还有关于技术如何帮助自然世界的书籍 比如The Nature of Our Cities和What the Wild Sea Can Be 以及社会历史 政治和短篇小说集等 每本书都提供了简要的介绍和推荐理由 帮助读者选择适合自己的夏季阅读材料 Guardian对英国工党的宣言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乔治 蒙比奥特认为 尽管宣言中有一些强有力的绿色政策 但缺乏针对气候危机的全面解决方案 玻璃 托音笔则对教育政策表示赞赏 认为工党将关注点放在了儿童和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上 德韦 斯里达尔对工党的NHS承诺表示支持 但担心缺乏足够的医护人员来实现这些目标 乔恩 埃利奇指出 尽管宣言中提到了公共交通 但更多的关注点仍在道路建设上 弗朗西斯 瑞恩认为 工党的社会保障政策缺乏雄心 未能解决福利制度的根本问题 柯乔 科拉姆认为 工党的刑事司法政策缺乏创新 未能解决犯罪的根本原因 拉里 埃略特认为 工党将依赖经济增长来实现变革 但这一策略可能存在风险 夏洛特 西金斯则指出 工党的文化政策缺乏具体计划 未能充分认识到艺术和文化的重要性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了 特斯拉 阿拉特集团和博通等公司的股票动态 特斯拉股价上涨 股东们似乎准备投票支持 埃隆马斯克的560亿美元薪酬方案 并将公司法律总部签至德克萨斯州 阿拉特集团因第四季度业绩超预期 和发布三年展望而股价上涨 博通因其乐观的年度预测 和股票拆分计划而股价飙升 反映了对人工智能技术需求的强劲增长 另一方面 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 因筹集50亿美元气候基金的消息 股价下跌 维珍银河因宣布1比20的股票 反向拆分而股价下跌 Stalantis因坚持其中国 轻资产战略股价下跌 Liberty Global因收购电动赛车系列 Formula E的控股权股价下跌 The Independent报道 英国工党承诺在赢得大选后 对最大的人工智能公司 引入强制性监管 以确保AI的安全发展 工党在其宣言中表示 这些监管将针对开发 最强大AI模型的少数公司 此外 工党还计划 禁止制作性暴露的深度伪造视频 并承诺建立一个新的监管创新办公室 以帮助各行业的监管机构 应对快速发展的新技术 工党认为 现有的监管机构装备不足 无法应对这些跨越传统行业 和部门的技术进步 相比之下 县政府选择让现有监管机构 在各自领域内监控AI的使用 中央监管机构 并在今年2月 承诺投入1亿英镑用于AI监管 去年11月 首相李希·苏纳克表示 尽管未来可能需要强制性要求来监管AI 但目前是快速行动而非立法的时机 上个月 多位世界领先的AI科学家呼吁各国领导人 对AI风险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 并表示 各国政府在监管快速发展的技术方面 行动过于缓慢 Yahoo US指出 埃隆·马斯克似乎在模仿唐纳德 特朗普的公关策略 特斯拉CEO马斯克曾经嘲讽特朗普年纪太大 不适合在竞选总统 但现在 他似乎越来越多地借鉴特朗普的公关手法 从提前宣布胜利到与人争斗 再到处理丑闻 马斯克在没有官方声明的情况下 提前庆祝自己获得巨额薪酬包裹的胜利 这种行为与特朗普的风格非常相似 尽管面临前SpaceX员工的诉讼 以及《华尔街日报》对他与女性员工关系的指控 马斯克依然在科技界和支持者中享有广泛支持 尽管存在争议 马斯克的支持者们似乎愿意忽略他的某些行为 类似于特朗普的支持者对他的容忍度 马斯克与MetaCEO马克 扎克伯格之间的长期争斗 甚至挑战对方进行龙斗 也显示了他与特朗普类似的争斗风格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美国官员表示 随着2024年大选临近 外国势力加大了对美国政治候选人 和政府领导人的虚假信息攻击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一位官员称 通知数量的增加部分 是因为总统选举吸引了更多敌对势力的关注 官员们指出 俄罗斯是主要威胁 旨在削弱公众对乌克兰的支持 和对美国民主的信心 中国则更加谨慎 担心美国的反击 而伊朗则被视为混乱制造者 更可能通过网络技术 激发选民愤怒甚至暴力 官员们没有具体说明 向候选人 政治组织或地方选举办公室 发出的私下警告数量 但这些警告是在跨机构情报小组 确认影响选举结果的操作后发出的 强大的人工智能程序 使快速创建逼真伪造图像 音频和视频成为可能 成为美国敌对势力利用的工具 AI深度伪造 已经在印度 墨西哥 摩尔多瓦 斯洛伐克和孟加拉国的选举中出现 并在美国一些选民中 引发了对选举程序的误解 南华早报报道 一名17岁的时装设计专业学生江平 通过自学数学 击败了所有人工智能 AI 团队 进入了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的决赛 据阿里巴巴达摩院公布的最终名单 江平在决赛名单中排名第12 获得了93分 他在江苏一所职业学校 学习时装设计 并花了两年时间自学数学 成为了这一赛事中的黑马 此次竞赛吸引了超过563只 来自世界各地大学和企业的团队参加 最终有800多名平均年龄为22岁的选手 进入决赛 尽管AI团队的分数达到了人类参与者的平均水平 但仍远未达到数学大师的水平 江平表示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女孩也能学好数学 这次竞赛首次允许AI辅助解题 但所有AI团队都未能进入决赛 最高得分仅为34分 南华早报报道 七国集团G7主要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在周四开始了他们的年度峰会 尽管许多人在国内面临困境 但他们决心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 帮助乌克兰并对抗中国的经济野心 外交官表示 G7已经原则上同意了一项计划 使用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的利息 为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 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在X上写道 来自G7的好消息 又有500亿美元给乌克兰 此外 G7还一致关注中国的工业过剩产能 认为其扭曲了全球市场 并决定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表示 他相信在这两天的讨论中会取得具体和可衡量的成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出席峰会 并与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一项新的长期安全协议 拜登的目标是强化美国与其民主盟友的紧密关系 同时对莫斯科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尤其是针对向莫斯科出售半导体的中国公司 《环球邮报》报道 巴菲分析师劳森·温德尔的顶级银矿股 选择是总部位于温哥华的两家公司 巴菲对贵金属 包括银 仍持乐观态度 尽管今年迄今为止已经表现强劲 巴菲金属策略师迈克尔·韦德默预计 到2025年 黄金价格将上涨至每盎司3000美元 而银价也将受益于更强的工业需求 预计2026年的平均价格为每盎司35美元 温德尔推荐的北美银矿股 包括泛美银业和惠顿贵金属公司 泛美银业拥有丰富的催化剂 稳固的资产负债表 提供稳健的生产增长和各种资产的潜在上升空间 惠顿贵金属公司是一家贵金属特许权和流媒体公司 预计2024年其收入的36%来自营 惠顿贵金属公司在顶级司法管辖区 有领先的产量增长 强大的资产负债表 并且能够抵御行业通胀成本压力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赞扬了 世界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姚七智 他在20年前离开美国回到清华大学任教 习近平在给姚七智的信中写道 在您回国的20年里 您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行动 服务于国家 姚七智是中国唯一一位获得AM图领奖的华人 习近平鼓励他继续坚守初心 利用自己的优势 进一步探索培养中国创新人才的机制 姚七智在信中表达了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决心 姚七智在1970年代 对算法和数据结构理论做出了基础性贡献 并在密码学领域被视为先驱 姚七智出生于上海 后来随家人移居台湾 并在台湾大学主修物理 1972年 在哈佛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 他转向计算机科学领域 并在2000年 因其对计算理论的贡献获得了图领奖 2004年 姚七智选择离开美国 成为清华大学全职教授 并在2015年放弃美国国籍 申请中国国籍 电讯报报道 最近退休的基金经理在谈到人工智能时表示 汽车不会自己开 它需要被驾驶或至少被告知去哪里 但如果你想去慢撤斯特 用车比不行要容易得多 这句话揭示了人工智能 在高附加值智力活动如投资中的核心问题 并不是人工智能能否比人类做得更好 而是它如何帮助人类更快 更准确或更低成本的完成工作 投资分析中的信息优势 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变得更加显著 因为它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数据处理工作 从而节省了成本和时间 人工智能还可以消除许多影响决策的行为偏见 使投资者能够更理性地做出决策 然而 人工智能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风险 投资者需要谨慎对待这些新技术 确保他们能够真正为投资带来价值 雅虎美国报道 特斯拉股东今天将就CEO埃隆 马斯克的560亿美元薪酬方案进行投票 这一薪酬方案自2018年授予以来一直饱受争议 今年早些时候 特拉华州法院判定特斯拉董事会 在批准这一薪酬方案时 并未在特斯拉股东的最佳利益形式 马斯克和特斯拉董事会 一直在努力争取股东对这一薪酬方案的支持 然而 马斯克和他的兄弟金巴尔 马斯克最近被指控利用内幕信息出售股票 并面临多起诉讼 此外 马斯克还被指控在SpaceX公司与员工有不当关系 尽管面临多方压力 特斯拉的长期股东 如Baley Differ和Ark Invest的创始人凯倩 伍德仍表示支持马斯克的薪酬方案 认为他的存在对特斯拉的未来至关重要 Proxy顾问公司Glas Lewis和ISS 则建议股东投票反对这一方案 认为其规模过大且对现有股东 股东有稀释效应 尽管争议不断 分析师们普遍预计股东将重新批准这一薪酬方案 认为马斯克的领导对特斯拉至关重要 环球邮报报道 特斯拉的股东们即将投票决定是否恢复埃龙 马斯克的巨额薪酬方案 这一决定将影响马斯克和特斯拉的未来 马斯克的薪酬方案曾被特拉华州法官否决 如果股东们批准这一全股票薪酬方案 几乎可以保证马斯克继续留在特斯拉 推动公司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转型 包括自动驾驶汽车 然而如果股东们反对这一方案 马斯克可能会将人工智能研究 转移到他其他的公司 甚至有可能离开特斯拉 马斯克在其社交平台X上表示 初步投票结果显示 股东们支持他的薪酬方案和公司其他举措 如将特斯拉的法律总部牵制德克萨斯州 尽管特斯拉今年股价下跌30% 但在股东大会前夕股价大幅上涨 分析师丹艾夫斯认为 薪酬方案的重新批准将消除对特斯拉股票的负面影响 使公司能够专注于未来的发展 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基督教保守派正在为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 制定一系列政策变革 计划在特朗普重新当选后推动这些变革 尽管特朗普在首次任期内 实现了许多基督教保守派的目标 如限制变性人医疗 结束堕胎的合法权利等 但这些保守派并未宣布胜利 而是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 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可以将他们的信仰置于政府政策的中心 基督教保守派提出的2025项目 呼吁删除联邦规则 机构法规 合同 拨款和立法中与堕胎 生殖健康 性别和性别平等相关的词汇 此外 他们还希望逆转拜登政府的政策 特别是在支持或参与 违反宗教信仰的活动方面 虽然特朗普的发言人表示 2025项目不代表竞选活动的政策计划 但保守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 长期的执政议程 纽约时报报道 教皇方几个将首次参加 七国集团G7峰会 讨论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 此次峰会在意大利南部举行 除了G7成员国 还将有来自巴西 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加 教皇方几个受邀参加一个 开放给非G7成员国使节的会议 并将与部分来访领导人 进行双边会谈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表示 教皇的出席将为人工智能的监管 伦理和文化框架的制定 做出决定性贡献 同时也为意大利和整个G7带来声望 教皇方几个的出席 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长期以来 拒绝此类邀请的传统 显示出他打破常规的行为模式 可能旨在利用这一高调的平台 传递结束乌克兰和加沙冲突的强烈信息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六度团队制作的节目现场 我是六度节目的主持人 六度世界的网址是 六度ド world 。